唉 这哪会呢 我也不会整整碗呢 你不需要我帮你吗 老门你吓我一跳 你大半夜 拉倒你也不能会 看不起谁呢 你会这个呀 你起来吧 我帮你 真的假的呀 咋样会不会呀 你试试吧 不是 真的假的呀 你试试吧 真是假的 卧槽 唉 老门你等会 老门 等会 啊 怎么了 我请你吃个饭吧 没事 我减肥呢 我得感谢你先 那我送你回家吧 没事 没事 你家是在附近母啊 不是 不是 那 好人呐 唉 等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碰到的 唉 这是他吗 老门 老门 等一下 这是你啊 这是你啊 哎 怎么是你呢 你车坏着了 啊 没有 我那天咱俩走得挺匆忙的 我现在也没好好感谢你呀 没事 小事 不是 我一到下班就来这等你 等后一天了 你给我个机会呗 你等后一天了已经 啊 我现在想请你吃饭感谢你一下 嗯 这个时间我在减肥 我已经不吃饭了 这个时间 啊 那不差这一对吧 走吧 不行 太晚了 改天吧 改天行吗 改 改天 那加个微信门 我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等到你了 嗯 行 行了 好 呃 那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我还没放过呢 啊 那我等你跑完的吧 好吧 嗯 不好吧 我们也不熟 陌生男人送我 不太好吧 嗯 那也对 是我冒昧了 那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啊 嗯 拜拜 嗯 拜拜 啊 拜拜 进来吧 不太好吧 那 那有啥不好的 我还能吃着你啊 进来吧 走吧 不好意思啊 我就好久没在家了 有点乱 有一次你还行 那你先进来吧 穿这个鞋就行 然后我去给你做饭啊 嗯 你就请我吃这个啊 啊 我最近失业了 然后经济危机 所以说才让你到家里面简单吃一口 嗯 吃挺简单的 你快尝尝吧 我下面很好吃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快尝尝 嗯 就在那边也太好吃了吧 啊 我每天都吃这个 可能是做的 跟别人做的味道不一样吧 你为啥天天吃啊 我刚毕业 然后 之前上班的时候工资也不高 然后 嗯 这不又失业了吗 所以说 就只能天天吃这个了 嗯 你今天是能健康吗 嗯 你是在关心我吗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接个电话 啊 好 喂 啊 你和凡凡已经到家了是吗 嗯 行 那我一会回去 嗯 嗯 好 不好意思 凡凡是谁啊 啊 凡凡是我女儿 啊 你 你 都有女儿了呀 嗯 对呀 嗯 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你也不太高兴呢 没什么 我就是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啊 没什么 你说呗 说啥 哎 没啥 真没啥 真磨的 你快说吧 真没啥 我就是没想到 你这么年轻 结婚生孩子了呗 你说我结婚了 你不都有女儿的吗 嗯 你笑啥呀 你老笑啥 你别笑了呗 哎 你笑啥可爱 哎 可能在你们已婚女人眼里边 我这种真的很可笑啊 你说的什么话呀 嗯 嗯 没意思 吃完了 走了啊 老弟 吃完了 那我送你吧 我这儿不用了 我这儿不用了 你不怕老婆走你吗 你真结婚了 啊 真的 真的 拜拜 可能真的有人无分吗 老累的一天 哎 哎 老累的一天 哎 别耳朵碰了 听车门 找大人 大人 实验集团提醒您 这是干嘛呀 到了 请从列车的左侧车门下车 我坐这儿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小车就坏了 没有 那你怎么说的鞋子呢 提的键盘 提的键盘 你还有其他事吗姐姐 你怎么太多 这还挺有缘分的哈 他怎么碰到你 可能时间太小了 哦 哎 哎 你给这张下车啊 不理我算了 平车门 找大人 大人实验集团提醒您 银盘街 到了 不是你说的吗 坐车门下车 哎 哎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 哎 哎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么抱着皮肩能而娶你 在地铁上 遇到之前的修车小姐 你这么抱着皮肩能而娶你 用包包砸破了我的头 哎 不好意思啊老弟 哎 没事我皮肢 我也没想到一下就给你刮破了 不能溜疤吧 啊再能溜疤呀 哎呀不影响你帅 不然你赶紧我帅吗 哎哎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啊 就不说啊 走姐姐带你买好吃的去补偿你想 你一点一点吃的就能受买好的灵魂吗 走吧别废话了 走呀最后可以了吧 这这啥呀 淘罐头啊 你用这个来民宿内心创场啊 你是不是东北人 你不知道淘罐头的神奇之术吗 那 那什么你拿 你不吃我拿回来自己吃啊 哎我平时我不吃啊 你别说啊 这玩意还真挺好吃 那当然了我小时候小朋友 我奶奶给我买这个吃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就是有点少了奶奶 那你回去看看她呀 我带了 啊 对对不起啊 没事 那看在你请我是关她的份上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吧 行吗去哪啊 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呢 行行愉悦的地方走